就是这也是经过我这个长时间的十几年的研究和采访 就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 就是 使用兴奋剂初期啊他也不知道 这哪要对哪个 项目合适 他就拿这事啊就 人对人的事 那个在这个会上呢就是当时就说 这营养这个兴奋剂不好听 这李富荣跟那个当时的医务处处长官员就说咱们就要特出营养药 这样来讲就有很大的蒙蔽性 就说有些运动员就在初期的时候很多是不知道自己 吃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身体不舒服我找大夫给撕点药片你就吃了 天哪 对吧 这个这种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家亲戚也有 我们家亲戚就是那个那个游泳运动员 对吧最后现在现在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所以就说这个 就在早期他是拿人做试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就说在这个大跃进式的使用兴奋剂这个年代都不管是怎么我们都在吃 教练也愿意让军运动员吃吃了以后得了冠军分奖金吧 这奖金一直可以分到的体委的那个厨师 你知道吗 所以就说大家都都都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运动员就等于是他们的一个小白鼠 完了吃完药以后就就上上上上上战场的杀敌人去了 对吧 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那个那个 得不了冠军 得不了冠军但是你自己活该 对吧得什么都 最后都是你自己扛着 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 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攻具 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